大家好,我是哈纳口,欢迎来到花子事件部,今天来跟大家聊聊,311大地震中的悲剧事件。 在311大地震海啸后,有一栋建筑突然被日本媒体大幅报道,也堪称是海啸中的经典逃难事故,它就是南三路艇防灾对侧厅舍事故。 3月12日,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地震之后的第二天,朝日周刊记者一行五人来到了地震现场,沿着军列的道路前进,他们汽车进入被灼流淹没的当地。 首先记者到达的地方,是工程县南三路艇,那里发现了一千具遗体,另外还有八千人生死不明。 由于毁灭性的海啸,约一万八千名居民中可能有近一半的人丧生的这个小镇,放眼望去被一片瓦砾掩埋。 剩下的房屋只有高台上的几间,简直就是人间地狱,让人震惊的是。 在一片平躺的瓦砾堆中,铺起了一栋原本三层楼的建筑,被海啸冲到只剩红色的铁架。 经查该栋大楼是南三路艇的防灾对侧大楼。 究竟昨天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呢? 那天是南三路艇防灾对侧阵议会的最后一天。 镇公所里有佐藤仁镇长和广播员远藤为西约40人都在该防灾大楼。 当时南三路艇镇长在艇事务所总部的会场,正要开始致辞,揭示天摇的洞,让人搓手不及的大地震发生了。 大部分镇职人在避难场所进行了居民引导工作,但总务、企划、危机管理等三科职人根据部署计划,聚集在防灾对侧大楼二楼的对侧本部。 其中一名总务科长佐藤德县60岁,在地震发生30分钟后注意到远方的黑色高墙。 他回忆着由于当时停电,电视也看不了,只能用手机和便携时收音机获取信息,多次用防灾无线电播报海啸即将来临的消息。 这时,我突然看到窗外有一块黑色像新干线一样快速的物体直策而来。 当时一位24岁的女职员远藤魏希,在南三路艇的防灾中心担任广播员。 日本气象厅发表海啸警报后,远藤一直在防灾中心的二楼广播室里,透过高音喇叭反复向居民发出呼吁,马上会有6公尺高的海啸来袭,请立即避难。 地震在2点46分来袭后,海啸警报随即响起从地震发生后,远藤就用平稳的语气不停广播,要大家到高处避难。 但第6次广播之后,情况出现了变化,现场可以听到有人大喊,海水退了,免看是太紧迫,现场一阵骚动。 但远藤却一点也不受影响,不过远藤原先一直以为海啸只有6公尺高。 直到播报了27分钟之后,这才惊觉即将来袭的是超过10公尺高的大海啸。 但尽管如此,远藤仍坚守岗位,最后在同时不断催促下,远藤这才跟着逃到屋顶。 河堤开始移出海水的时候,职人也从2楼到3楼,还有屋顶避难。 科长佐藤说,记得当时有30多人,在屋顶上,一名男性职人拍下了大楼,被大海啸通过的瞬间。 大楼的屋顶上,围了一圈高约1米的铁丝网,避难的职员们贴着栅栏, 外楼梯的铁栏便是等着天线支架。 佐藤抱住楼梯的铁栏,从屋顶可以俯瞰自己的家,妻子应该和两条狗在那里。 这样回忆的佐藤,含着眼泪说道,他继续说, 其实在大地震刚结束,海啸还未来之前,我跑回了家,去拿防寒服和运动鞋。 我从玄关巷里面对妻子喊说,快逃吧。 虽然家里的衣柜因地震倒在地上,但当时我并没有看到妻子的脸,为了坚守家园的她回答说, 没关系的,大海啸也没关系的。 妻子比她大三岁,她12岁时经历了大海啸,我很后悔没有坚持叫她撤离。 51年前的大海啸,在日本也以三路沿岸为中心,造成了142人死亡或失踪。 尽管如此,南三路挺并没有发生大的灾害,这一记忆深深地刻在了居民们的心中。 从屋顶俯瞰的左腾眼前,个壁的私人医院被冲走,撞到了自己的家。 不一会儿,房子一下子浮在水面上,被增建的部分劈开两半,咕嘟咕嘟地转着向上游飘去。 但是,当时她没有时间赶上,因为她所在屋顶的水位也长到了跟她的腰齐高。 她的脚被绊住似的伸进了10厘米左右的铁栅栏缝隙里。 波浪越来越大,摆在大楼上哗啦哗啦哗啦地从头上袭来。 眼镜被吹飞,我闭上眼睛,和旁边的镇长紧紧抱住互相鼓励说加油吧。 第一次的海啸退去后,原本应该在一起的很多职员,严同铁丝网一起被冲走了。 剩下的只有铁栅栏上的7人,天线支架上的3人,共10人。 借着镇长的眼镜环视四周,本应存在的建筑物几乎都不见了。 煤气瓶喷至火流淌着,裙带菜和黑醋鱼也漂浮着。 住宅的园纸上只剩下一棵金桂树。 抑制住茫然的心,为迎击第二波,第三波海啸做准备。 每次浪高的时候,10个人用冻僵的手爬上两根天线支柱。 不知过了多久,虽然有月光,但在小雪飘舞中,是露露的衣服上透着寒意。 他觉得这样下去会死,于是在下午6点左右用打火机点燃了领带。 把火移到流动的泡沫塑料上,接着移到胶盒板和方木上。 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放在火上烤干。 干了一件就穿。 终于熬到了第二天,天亮后水退了。 最后佐藤回想着表示无法形容的失望感仅此而已。 他的同事尚未确认是否安全的职员有30-40人,约占全体职员的两成。 其中包括30多岁的中间职员和10-20多岁的年轻职员。 而当时坚守刚为广播海啸逃难的远藤卫西娜? 幸存的同事们回想着,当时看着远藤从广播市跑出来的样子。 应该逃到了屋顶。 但是,海啸之后,在屋顶上确认还活着的10人中没有远藤的影子。 南三路挺约17700名居民中,有近一半的人在远藤尽责的广播避难中幸免于难。 远藤拯救了上万居民的生命。 远藤广播的救命声音,铭刻在居民的记忆中。 山内猛行先生73岁说,当时听到房灾无线电急忙逃到高台上。 他表示感谢说,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寻常的事。 他们是抱着哪怕多一个人,也要拯救更多的生命的想法来呼唤我的吧。 直到当年4月23日,远藤卫西的遗体被发现。 据父亲亲媳和母亲美惠子说,远藤卫西的遗体是4月23日在至今川湾荒岛东北约700米处被搜索队发现的。 远藤的父母和他去年7月刚结婚的丈夫用照片确认了远藤的遗体。 他左脚踝上缠着的橘黄色绷带是丈夫送的礼物,右肩附近的淤青等特征与远藤一致。 地震发生已经三个月,远藤父母的悲伤人未痊愈。 母亲美惠子表示,大地震前一天的3月10日,再见了从石卷室内来的远藤。 母女俩聊了两个小时左右后,远藤说明天11日会在老家过夜,当时我很期待。 远藤牺牲自己坚守岗位的行为,让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赞扬和追悼之声不断。 最后其与县决定将远藤为希的对人的关怀和对社会的贡献之心,作为县内约1250所,公立中小学的道德教材。 在介绍天使之声教材的文章中,讲述了远藤迄今为止的贡献,以及从那场大地震之后,开始的现身行动和悲剧的全过程,让人不禁热泪汪汪。 描绕了远藤和他的男性上司,一起拼命呼喊快点,快点逃到高台上吧的样子。 介绍了当时那个女人的声音,让我忘我的逃到高台上的挺名的声音。 5月4日,当地隆重地举行了葬礼。 赶到会场的居民了一口同声地说,当时的远藤的声音让我疯狂地逃到高台上。 如果没有那个广播的话,现在的我应该都活不下去了吧。 一边流着泪一边双手合十拍着照片。 面对改变了的女儿,父母强忍着心中的委屈喃喃道,真希望她还活着。 真是辛苦了,谢谢你。 出病时,虽然没有下雨,西边的天空却出现了一道彩虹。 魏西的声音作为天使的声音,深深地刻在了挺名的心中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